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通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 正义新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看 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在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让我们可以去 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了解一些事情 背后发生的原因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因为您的捐款 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 更好 做更多深入的报道 以及访问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最近这几年 我们在台湾的街头上面 会看到很多的快递 或者是这些运送的这些行业 那包括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 像UberEat 或者是像Foodpanda 这一个跟食物跟饮食有关 但是其实还有很重要的 包括邮差 或者是一些快递公司 他们也在做类似的工作 那当然这些快递公司 或者是这些外送员 他们一直在列日下面工作 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 我们过去有跟他谈论过 讨论过有关于这个外送员 Foodpanda 或者是一些仓储工人的 这个运送的这些过程跟经历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他谈的这个主题 其实就在7月初 在台湾就发生了一个罢工的事件 这个罢工的事件 是由中华快递这样的一个公司 他们所发起的罢工 那因为这个罢工事件 才让我知道 原来有一个公司叫中华快递 然后我再去看一下 他的这些这种工作的内容 以及他的薪资 我说天哪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种薪资待遇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就来跟他讨论 这个中华快递的这个罢工的议题 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邀请到的两位来宾 一位是中华快递工会的理事长 陈宏春 陈底市长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台湾汽车货运 即仓储产业工会的总干事 林长治 长治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在我们的线上 跟我们一起聊天 一起谈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我想也许可以先请 这个陈底市长 先跟我们稍微描述一下 中华快递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如果一天或是一个礼拜来讲 你们的工作的过程 或是工作的内容 到底有哪些呢 好的 OK 谢谢主持人 我们中华快递主要工作 工作室城南银行的票据 就是支票 收跟送 那我们一天的工作行程 大概就是早上8点半 会把昨天 从票据交换所结算完的票据 放在我们的金库里的票据 送到各 8点半以前 就必须送到各大银行的 作业中心 因为他们要进行最后的审核 核对完之后 票据的款项才会下来 你才有办法兑现 然后呢 中间的过程就是 收送银行的公文 到下午3点半左右 因为银行就关账 那3点半之后 我们就是要去 各分行 去收各分行的票据 支票 一个人可能大概跑 平均7到8家左右 的银行 收出来之后 大概傍晚 大概傍晚都会 集中都会送到 票据交换所 各地区的票据交换 因为他们要进行计算 通常这个作业时间 都会到傍晚到晚上 照漂亮的大小不等 有时候会到很晚 到凌晨12点 到凌晨12点 做完 对凌晨12点 因为每个日 每一个月来讲 有分大日子跟小日子 他们习惯是 因为厂商他们开票的习惯 都是集中在同一个日期 压的日期都习惯集中在同一天 这个待会我可能会稍微再说明一下 主要就是说 简直言之就是 今日是今日要闭就对了 他们收进来的票 今天收进来的票 你今天 无论加班到几点 就是要把它完成 然后 票据交换 我们的人 我们的同仁会在票据交换所 帮他们 也会协助他们作业 因为光票据交换所的人员是不够的 那协助他们作业完之后 结算完之后 再把结算完的票 拉到我们公司的金库存放 然后早上八点半以前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一开始也要讲的 早上八点半以前 再把金库里的票据 拉出来 再送到各大的 银行作业中心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你就是 你会去银行里面去收这些票据 然后到金库 然后再去做一些盘点点交 然后隔天再做类似 但是你刚刚提到说 你们每天早上七八点 就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可是有时候晚上会到一两点 这个是 这个是你的工作时间 如果假设不要讲一两点 一般的大概也要六七点七八点 所以你的工作时间是十二个小时 或是十个小时 这边我再 这边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刚刚没说清楚 其实我们是有两班字 大致上就分两班 就是早班跟晚班 晚班的部分就是 做刚才那个 我讲的就是 处理那个票据交换所那边的事情 所以说早班就是 大概八点半以前 要来到公司 下午大概五六点就可以下班 中间大概会休息两个小时左右 晚班的部分就是从下午三点开始 然后一直到晚上 他有时候可能会加班 这样类似这样 就是这样的情况 OK 所以是两班的人去做这样的工作 对对对对 时间如果撇除那些比较大力的那种状况来看的话 你那些时间大概要多久 或者是说 你没有一些 uncode等待的这些时间吗 uncode这是没有啦 就是主要还是说 就是说 平均的时间大概都 不会超过八小时 就大概 少部分会 有少部分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讲大力的那时候 就是可能要配合加班这样 但是一个月大概会有三天左右 但不会超过五天 所以都还在 对 范围之内 所以加班也有加班费 有 就是劳机法这样 我想要提到场子 就是在你自己跟他们一起合作 或者是一些参与 或者是观察 关心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的工作形态 跟一般的外送员也好 或是跟其他的这种外送的这种 运送的这种公司的员工的工作上面 有什么差别 或者是在于刚刚谈到 理事长提到的这些工作形态 有什么在要需要再补充的地方吗 如果其实如果就比较大的架构来看 就是整个运输仓储业内 就是分路上运输 水上运输 还有运输辅助业 以及就是邮政级快递业 那邮政级快递业 其实就包含那些邮务室 就是送邮差 以及包含像中华快递公司 这样子的 就是很明确的快递业 但这个行业其实也包含了 大家就是常常会在讲的 就是在经济的部分 就是宅配 包含统一宿达 以及那个台湾宅配 同就是大嘴鸟与黑猫 然后甚至 其实就是像家里大龙 或者是新竹物流等等 也都是快递业 就是送这些物品 然后不是没有包含通讯功能的 那其实就是这些快递业 那其实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中华快递 可能有分早班跟晚班 那其实跟一般的物流业 其实也都类似 就是大家在 就是大家正常的工作时间内 或者上班时间 然后大家才可以收送件 那收送件完之后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去整理以及分配 然后隔间的时候 再把它送出去 那其实就整个中华快递业来讲 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 当然他们也有人力不足的问题 但相较于其他台湾 就是一般的宅配业来说 因为他们是银行跟银行 所以其实比较没有在 就是像目前的那个宅配业里面来说 有什么大爆量的状况 就算有爆量 那个其实都是平常的大日 因为薪资的要结算 所以他们的工作内容就上升 那目前主要的差异可能在这里 就是那个物量没有因为 不会因为那个 不叫不会因为经济 或者是外界的情形来影响 所以相较之下 是一个工作内容 比较稳定一点的工作 不过这个听起来蛮有趣 也许待会我们再 在另外一个题目会再谈到 就是这工作听起来是一个 还算稳定 然后内容工作很单纯 可是为什么看起来稳定 然后内容工作单纯的 这些中华 中华快递的这些朋友们 要罢工 这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 百事不得及解 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就会再去上班 我们也不是说要做到 比如说一只稳定的加班 也不会像一般的 这种爆量的情况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 在那个像什么中秋节 或者是一些大历的时候 看这些大龙家里的 我想说 我应该不应该在这时候 请他们送东西 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很辛苦 可是你们看起来好像也还好 好像是一个很单纯 但我在想 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 都会感到好奇的部分 那我要回过来 谈论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我在看到你们罢工的时候 其实我对你们公司的了解 可能跟大部分人都差不多 就是中华快递 不就是中华邮政 还送东西 是不是所谓的中华邮政 就是邮务市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工作的形态 那我就去问一些邮差的朋友说 你们公司在 你们在罢工 你有没有去参加 说没有 那个跟我们公司是不一样 那可不可以请你上 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中华快递跟中华邮政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说你们是属于中华邮政 下面的一个机构跟组织吗 那你们的待遇跟一般中华邮政的这些邮差 邮务市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我们跟中华邮政的关系就是 他们就是 是他们转投资的 平英化 他是我们大股东 他大概占百分之 他华航占百分之十亿 所以说交通部来讲 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对我们公司来讲是有很大影响力 当然也有很多人 对的确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事情 其实好像都 好像就是送东西好像没什么差别 一个是送票据 一个可能是送货 但是这边我要再稍微重一下 就是其实票据这个东西 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张 其实它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因为你要想看我们今天这个票据 我这样形容好了 我们支票这个东西 我们一般人很少在接触 会接触到的人都是公司行号 和企业 我这样形容 因为就是说 你像我们一般人在消费的时候 我们可能用现金 可能用那个支付 可能用那个行动支付 或者说信用卡之类等等 但是你要想想看企业 它的支付是什么 它就是用支票 支票 它就是开支票 听到这边来讲 可能有人觉得说 那你中华外地罢工 那支票就不能动而已 好像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其实不然 我这样讲 因为企业它支付工具是使用支票 你如果说今天这个 我刚前 就是如同刚刚我前面讲 如果那个中间 如果有任何一个环节 出了差错 这张支票我今天存进去 明天就没办法兑现 那你想想看 你的公司 你的老板 他受不到回应的货款 那你今天你的薪水领得到吗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事情 如果说真的支票这个事情 如果说有不见 或发生疑事 或怎么样之类的状况 那这个我觉得对社会的影响层面是很大 你包括你 你 小资组啊 我们大家都领这份薪水生活的嘛 那老板的货款付不出来 那你的薪资有着落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你不要看小小一张支票 感觉好像 但是我们运送来讲 其实我们心理压力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巨大 有天突然间这个支票 那个承担的责任很大 那个薪资的压力 对 就是会不会 会有人去抢这些票据吗 或者是会发生什么样 突然间遗失 这个要赔的风险很大 那负担很大吧 是 这个主要部分就是说 被抢是不至于 因为他们的支票上面都有写抬头 就是我支付给谁 支付给谁 就是这样 对于他不会 不会说你拿到之后 我拿去银行存 就变成我的 不会 因为他上面都有写抬头 所以这部分是OK的 主要是怕遗失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很严重 因为遗失的话 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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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 我明天需要这笔钱 支票日行到期 那我去损 如果你发生遗失事情 我可能明天 我的账户 这个金额就没有 这个支票我就没办法入账 那对 因为很多企业来讲 它是不会有准备那么多现金 它就会出现一个 一个资金的缺口 这对他来讲 是个很大的影响 那他如何去准备 去填补那个资金缺口 那对我们 运务员来讲 压力也非常大 因为你掉一张支票 我们就是会被罚款 公司会被罚款 那我们的运务员 就会被承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心理压力难以承受 那我很难讲 这是长期 第一天累月下来 如果说你长期在送话 这个 心理压力是非常大 很难解释的 我能这样说 OK 你们有发生过 类似这种支票仪式的情况吗 有啦 大概但不多啦 我们就当天如果掉的话 马上就要去找 能找到就要赶快 能找到的话就要赶快找到 去警察局报警 然后报仪式 那 那个 那边就开始启动 一些调票的程序作业 那我们公司就会被罚款 同年就会被承受 但是之前的 记录很少啦 几乎没有啦 但是偶尔会有一些 小舒适这样 就算记录没有 那个心理的压力 是每天都在承担 每天都 对 是是真的非常大 贵重的物件 而且这可能会影响别人 一辈子的 他的工作 都是一个公司的工作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我也没有胆子去做 我觉得这个 这个有点 对我来讲 我觉得很可怕 就是哇 把人家东西弄丢了 会把人家一辈子都给他弄丢 那个是一个压力很大的 这些工作 虽然它可能实际上 小小的字 那可是在公库 在采访你们的 这个罢工的事件的时候 其实有发现一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们那些 这个车子上面 这些外送的 这快递员的机车上面 你会看到 什么Uber E Fu Panda 这些外送箱 所以你们很斜杠 当你们会是 对啊 没错 送票去的时候 就去顺便送外送吗 要不然怎么会挂那个 那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斜杠 薪水是很低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这边稍微再说明一下 我们在工作时间 是不会去送外送的 这个是我们下班 利用我们自己下班的时间 再多增加一些收入 因为我们的平均薪资 大概就是两万六 就已经接近 现在的最低的 那个基本工资 两万六 对 又更低的意思 没有 就是扣掉所有的 就是包括你的 就是包括你的 那个什么 劳健保之类的 所以就大概平均薪资 大概在两万六 其实就是已经等于是最低薪资 最低那个基本工资了 那所以说 你说如果说在台北市生活 你说要靠这个 这份薪水生活 我觉得应该很困难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急 我这就很好奇 你们的母公司是中华电信 又是交通部 那为什么 中华邮政 对中华邮政 然后又是交通部 为什么你们的薪资 跟他们比起来会是有这么大的差异 对 这场子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这明明背后是一个国营企业 然后又是交通部 然后又是这么 算起来也 这个获利也不是太差的公司 为什么会回到 到他们的身上的薪水 怎么会只有两万六呢 其实我先就中华快递的薪资结构讲起 就是他们薪资跟其他快递 其实有个差异是他们其实就是令 令一般的底薪 然后加上全情 然后再加上交通费 然后那个交通费可能 虽然两三千块 但是他是要用发票去去合的 就是油料补贴等等 那个其实扣一扣你交通费 其实也没多少 然后再来是 对 是接近时报时销 然后还有一笔是加收与操纵的奖金 但那个也都是几乎可以略额不计的几百块钱 所以整体来说他们的薪资跟其他那个产 就是其他快递比起来是差很多 这个等下后面问题再补充 那再来就是有关于中华邮政跟中华快递 为什么他们明明前面是国营企业 但是他们中华快递的公司 就是员工薪资这么低 那其实在我们跟中华邮政的 就是派来中华快递的董事有一场协商 那他其实也有直接提到 在20年前中华邮政公司开始公司化之后 其实他们就会有分新智跟旧智的人 就是旧智的就是那些原本的招考啊 就是国营的公务员等等 然后新智的就是后续这些新进的员工 那其实新进的员工跟这些旧智的员工的薪资差异 其实甚至就等于是被打七折甚至五折 所以有点荒谬的事情是中华邮政的 派来中华快递的董事来跟中华快递的员工说 中华邮政在公司化之后 新进的人的薪资其实都没有很好 然后想要以此来合理化 中华快递员工薪资没有很好的事情 那那当然我们就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很荒谬啊 然后更不用说中华快递公司是是年年赚钱 但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制度嘛 就像民营单位或者民间企业一样 我当然拿到能够把越多的钱拿到自己的口袋 不要把钱给给员工 然后没有制度没有规定 那当然是给员工的薪资是越少越好 给资金的钱越多越越好 所以就导致了说什么十几年来 就算年年获利年年上缴给中华邮政公司 但是我就是不把钱分给员工 不帮员工挑戏 那我觉得大概原因是这样 所以中华快递你刚刚讲说年年赚钱 他的赚钱的状况是怎么样 就是他赚钱之后他还要给中华邮政 然后他到底赚了多少钱 他的获利跟他实际上面的支出 就是也就是说你赚很多 但是你给员工你的赚很多 有部分是你的业务很好 可是有一部分你赚很多是因为你给员工的薪水很低 那所以你就会赚很多钱 所以在这个在他们的获利上面的状况是什么呢 因为像中华邮政是投资中华快递40% 所以我照理来说获利就是结束之后 可能那个40%就是可以要上缴给那个母公司 然后对中华邮政公司来说 他就是转投资的获利 所以其实像像前几年的时候获利大概都有什么3000万到 如果单就中华邮政公司 他拿到的转投资就是3000万到34000万左右 所以整体来说中华快递赚的钱 那大概就是七八千万 然后接近1亿元 那像其实这一次全员挑衅5000元 对于公司来说的成本大概其实1700万而已 所以其实如果中华邮政这种就是国家百分之百投资的公司 就是少拿一点点 那其实让全体的员工挑5000元 这根本完全不是问题 的确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 我想一个工作的状况都要去了解 这个公司能够营运的成长 是跟每个劳工在里面辛勤的工作是有关的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在于为什么会罢工 为什么会有劳资的冲突 就是在于这个获利的分配它是不是合理 这获利的分配到底又哪些是要拿去给你的 这个大老板你的原本的投资的公司 哪些是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拿走的 哪些又是分给员工的 这个其实就是在一个产业民主当中 非常强调的一种所谓的民主的协商的过程 或者是一个透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可能也是在很多的公司会出现 罢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在于获利的分配上面 它是不是一个合理的 会不会造成一种员工 不管在实质上面或是心理上面 被剥削的这种状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跟大家继续讨论 中华快递的这个罢工事件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中华快递罢工不送票 公司是连年赚钱 但是对待劳工却是以最低薪资的方式 每天在外面辛苦奔波 结果一刚才不到三万块 一薪资国词 一薪资国词 不调不上波 不调不上波 为什么会有这场罢工 从109年开始 我们有去调解 调解不成立 我们要的很简单 就是调薪 这些员工做了四年 五年到十年 薪水都跟基本工资一样 去年的调薪为什么 因为基本工资调涨 从原本的两万四千元的本薪 到两万五千七百多元 到底有没有调 没有 中华快递每年都在赚钱 中华邮政透过投资的获利 也高达三千万元 丰华邮政是谁的 股东是谁 就是我们的交通部 所以我们交通部也有责任 对不对 这是明确的 可以看到邮局中华快递 月薪实领 三万八千元整 结果我们的基层劳工 领的薪水是两万六 两万七 顶多要两万八 结果看到一个三万八千元 我们去问主管 主管回应说 不爽就不要做 主管就说 那你就走啊 这是国家对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吗 是 我们昨天有开一场那个协调会 但是就是破裂了 他公司没办法及时给我们三大诉求的回应 所以我们今天才不得已 来到这边执行罢工 他每年跟董事长讲说调心制度 讲了好几年 从来没有建立过 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走五个来一个 永远不不满 一个人工作要承担两三个人的工作量 但是却是你同样的薪水 造工也有跟中华快递 签递票计的快递 如果今天一个国家所建养的层层剥削的劳工 不为这个票计来辛劳奔波 甚至的员工 每天在外面辛苦奔波 结果一刚才不到三万块 现在交通部一直在推公司化 但是结果我们看到 公司化所导致的就是低薪的元凶 我们行政院长苏称昌 还有交通部长王国才 都说公司化可以解决低薪的困境 结果我们昨天在跟中华邮政的董事 在跟中华快递的董事开协调会的时候 他们就讲中华邮政在公司化之后 中华邮政的员工也非常低薪 我们不知道他讲这个是要来干嘛 他是要告诉我们 公司化就是造成我们低薪的元凶吗 目前中华快递的公司 有十一位董事 有五位董事接近半数 都是我们中华邮政派来的 是上述这五位 我们的诉求非常简单 原本我们调解原本去年记者会 要求是每年要调薪五趴 到现在三年五趴大概五千多元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员工 每个人就可以调薪五千元 派钱工实领三万八 所以我们正值的员工的薪资 不应低于外交派权 对不对 对 我是中华快递公司董事长 今天来跟公会这边来做一个 一个诉求的一个接受 那其实我们公司整个长期来讲 大概都整个薪资助度的一个调整 当然有一个瓦定的程序 那切迟多年来 大概都调薪的事是不多啦 那这次公会的诉求 我们昨天有开一个协调会 大概会朝着公会诉求 来整理资料分析 昨天也都大家提供 好如果你答应 起在这边签下你的签下你的名字 表示承诺你答应这个五千元条新 我讲过 不然我们今天没办法回去 我们的罢工没办法结束 来我们等一下也会去找其他的董事 如果董事长都没签名的话 我们要怎么跟会员交代 不不不不 我我我我签了 如果没签是不是无法跟会员交代 我签 如果不签是不是罢工继续抱下去 是 如果现在不签 我们就待在这里 知道大家都签对不对 是 还有董事长 如果你都非常支持了 请你签一下你的名字 我们又再去找另外五位 好 如果是身体上 那你把另外的四位都带来一起签名 可以吗 我们会在这边等到你们五位都过来 那我往后走 我们今天 大家坐下 大家坐下 我们现在 就在那边进座抗议哦 知道 我们的交通部 愿意正面出来承诺 我们的调新五千亿的诉求 对不对 是 没有承诺 不会离开 不会离开 没有承诺 没有承诺 不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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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管忠详 参加时光会客 是事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一切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更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全民的支持才能够让独立媒体 让我们这样的报导社会运动的媒体 可以走得更远更久更好 来做更多更棒的更深入的一些报导以及访谈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讨论的是中华快递的罢工事件 在节目里头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的来宾 一位是中华快递工会的理事长陈宏春 理事长你好 主持人好 陈宏志好 另外一位是台湾汽车货运记仓储产业工会的总干事林陈寺 陈寺你好 你好 拐条是吧 陈宏志好 好 谢谢两位刚刚在前面的跟我们分析到 你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平常的工作的状况 也提到了这个薪资的待遇 当然对很多的人而言 还是会觉得说你的工作稳定 薪水的确不是很高 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好好的做事 已经很了不起了 还要来罢工 但我们会在这个部分再继续跟大家谈 因为我们刚才谈到有很大的问题 是在于他的劳动条件是不是合理 以及这个所谓的薪资的盈余的分配 是不是合理的一个问题上面 但是我在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要请教厂制 就是刚刚我们其实也稍微提到了 在中华快递的这样的一个员工 一种所谓的快递的外送的形态的人越来越多 那可以请你稍微的简单的跟我们做一些分析跟讨论 就是目前的这种所谓的快递的形态的工作类型 大概有哪些 他们的一般的劳动条件跟薪资的状况又是什么 那我其实就直接讲是 像我们如果以去110年跟109年来比较 其实快递业比109年的薪水 其实都增加了大概5000到6000多月 然后运输及仓储业平均每人每月的总工时 也都有增加就是从170小时 然后到192小时 那其实是超过了公共汽车客运业的 就是原本大家都说客运司机很血汗 但其实在疫情的这两年期间 其实快递业每个月的营均总工时 是整个运输仓储业里面最高的 所以快递业在110年相较于109年的时候 其实平均每个月都增加了6.8个小时 那以薪资条件来说 在去年就110年的职缺员工 平均每人每月最低薪资 就是以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厂商开出来的职缺 那这个平均薪资其实 以运输仓储业来说 其实大概平均是37000多月 那有一个快递业的特性就是 像不管是同一处达或者是宅配通 像中华快递就缺少了这一块 那就是一个叫做非固定薪资的 就是浮动性薪资 大家所说的收送店奖金或者是重量薪贴 就是有各间公司有不同的名义 但是其实都是浮动性的 然后看应该就是说论见记筹的薪资 其实在110年的时候 我们运输仓储业的员工 平均每人每月的薪资 其实有高达一万两千多元 就是这个比例其实是占的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看 就大概37000元平均每人 然后大概一万多元的这种浮动性的薪资 看下来其实大概两万多元 就会是大家的底薪或者是平均的那个拿的固定的钱 那像中华快递员工 其实第一个就是缺少了这一个 就是其他快递也可能可以拿到薪水的这一笔金额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华快递的原本的薪资也真的太低了 就是你看那个外面开的那个职缺都是什么三万三万七千元 然后结果中华快递做了17年 连三万元都不到 所以是是非常有有问题的 那大概就这样 所以其实也不只是一个获利分配的问题 就是跟其他的这种所谓的外送业快递业来比较起来 薪水上你一说就差了一万多 这个一万多的差额是来自于刚谈到的这些论件的 或者其他的奖金奖励的这种方式 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对吗 我讲我更正一下就是其实 值缺三万七千元应该是你几乎每个月可以再拿 就是平均可以拿到的 然后三万七千元左右 但是如果要再多拿的话 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加上收送件奖金 那一定都是超过四万元 然后以上 那所以相较之下 虽然中华快递的那个就是工作的属性跟内容 像于一般的宅配业有一些差异 但是这个薪资的水准来说一看就是落差非常大 对你的意思是说啊 虽然感觉是在送一些像是类似是邮件票据 这个好像不需要很负担大的劳动劳力的这种工作 可是即使把这个扣掉那个差别也是很大 我觉得也不只是是不是劳力的部分啊 我觉得当然劳力的付出是很辛苦 当然那个钱是要更多 这是没有问题 而是一些基本该有的这些所谓的薪资的条件 这样听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离谱 那我其实想要请教理事长 就是中华快递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薪资都是这么低 那你们在罢工之前 我们知道今年的7月你们罢工 在罢工之前有跟公司去反应吗 说你跟别的公司比起来薪资那么低 不管是跟母公司比起来 或是跟其他的快递业比起来 外送的比起来差那么多 你们有去跟公司反应吗 如果有的话 你们跟公司说些什么 公司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反应非常久 但公司的回应就觉得说 就像前面所说的 我们的时间都很固定 几乎没什么加班 然后再加上 因为我们不是很多 不是体力活 就是说你不是用劳力 没有用像一般快递或是货运 用那么大的体力去用 但是的工作性质 但是你要想想看 我们的工作的那个风险程度 是非常高的 我们在的都是票数 然后再加上 因为我们长期低薪缺远的关系 变成说我们工作量是增加的 风险也是相对增加的 那我们之前就已经 其实十几年来 都一直在跟公司反应这件事 但是公司的都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问题 他去每次去讲 就是说我们要经过董事会 但去董事会之后就不了了 所以都没有得到具体的改善 那这个也是长期以来 所以我们就是 大家也觉得是忍无可忍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种情况 我真正说 那为什么7月4号不冷了呢 为什么7月4号会发起罢工呢 这个罢工的诉求 有什么样比较具体的内容吗 那后来你们罢工之后 资方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其实 这样子讲好了 因为我们之前的回应都是 没有得就是不是很具体 他只会跟你说 我们会接受你们的诉求 但是还要经过董事会 但是经过7月4号的警告性罢工 只是警告性罢工 就是银行来收票还是拿得到票 这个情况还是有差别的 然后就是说 真正的罢工 那你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只是说 我们就停止提供劳务 但是因为他们 因为我们的票据还是在我们公司 所以银行来我们公司拿票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给他票 我们票还是有给他 我们大公封锁 纠察线是有拉起来没错 但是票据还是有给 所以说并没有造成所谓的 刚才我讲的那种金融的风暴 所以说大家都还是有兑现 就是这样子 OK 没问题 但是经过这一次罢工之后 我发现到公司方面 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变 态度上 原本是什么都不愿意答应 但现在是都可以谈 也一千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 就是我还是要很感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 涛餐总 还有那个台货产那个厂志 还有叶锦鱼 还有那些周盛凯 还有一些就是 纠潜之立委 还有国会那个办公室主任就是 林家伟 他们的协助之下 我觉得这个 他不只拯救了中华快递 我觉得他也拯救了许多 我刚刚讲那些公司行号 中小企业 还有很多的上班组 林星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7月4号罢工那次 之后公司的态度就变得非常积极 对啊 据我的了解 是交通部好像有出来说话 那中华邮政公司 他确实 因为我们以前 怎么谈 怎么见到最高等级就是董事长 但是这次谈 经过这次罢工之后就不一样 接到的成绩就相对高了 就有中华邮政的总经理 就我们公司也出现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突破 而且他们也很 比较有具体的承诺 对 他们具体的是 他们有具体要改善什么地方吗 比如说我们提出的 就三项要求 就是加薪 全钱加薪五千块 然后还有就是绩效奖金的部分 还有那个就是 金资制度结构的部分 那因为他 因为我想后面这两项他可能 他还要再计算了 我们会计师还要再核算 对 所以这部分他暂时还没办法 就是给我们 他还要再研究 但是五千块 全元加薪五千块 他是那天就很 很明确的答应我们 那对 就是8月1号就开始实施 那公道也下来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 以前这个谈 谈十几年是谈不成的 我是这样讲 那这一次 因为就是有刚才我说的那些神队友的帮助 我觉得 再加上我们公会 这是大家非常团结 因为大家这次是真的不得 我们公司也就200个人 那以前的会 以前那时候 我说过那时候 109年的时候 跟公司谈过那个 结议破裂那时候 我们会员也才大概70几人 不到 没有过半 人数没有过半 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 因为我们大家这次罢工的时候 会员 增加人数已经到170人 几乎公司8省以上的人都加入了 所以我说 一方面就是我们公会 我们的人员变得更积极了 那让公司也感觉到真正的压力 然后再向神队友的助员助工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帮助 以前4年谈不下来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次大概只有10天就搞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突破 我只能这样说 不过看起来你们的公司 不管是母公司也好 或者是中华快递也好 都有一些比较善意的回忆 例如说可能就答应这5000块的 这个薪资的调整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们还不满足不满意吗 为什么好像你们还要再酝酿第二波的罢工的行动 对吗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原本是预计说 因为当时7月4号的时候 他给我们的承诺 因为我们有三项诉求 但是后面那两项我刚提到 那两项 包括他绩效奖金 不能减少 还有薪资结构部分 因为他这个就没办法给我们比较具体的承诺 因为这个需要 他们还要计算 没有办法说一天就有办法跟我们讲说 我们以后的薪资结构如何如何 然后答应我们 然后就是那个 我们的那个绩效奖金的部分 所以我那时候我原本是想说 原本是有预计说就是说 要在7月11号发动第二次罢工 那个时候就是真的罢工 那时候就是真的影响到票据的对击 这个就会真的很严重 所以说交通部他也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 如果说真的罢工罢 这个真的具体罢工罢成的话 就不是交通部出来说说话就好 这可能层级会上升 可能会到行政院之类的 因为这个已经影响到所有人 公司行号 包括事情想法 这个就等于是无差别公司 这个是我们也不希望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这次因为在我们那时候 就是在7月11号以前公司确实就是有 也比较积极来处理这件事情 交通部也有讲 那个王沟才他在新闻媒体报道说 他确实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感受到他有积极在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是不是再给公司一点时间 他也是希望说我们给他一点时间 目前是朝这个方向 OK 我想要请教厂次 或者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从第一次罢工以及对罢工的结果都在 看起来是有赛意 但是说实在的 就是过去的交通部的记录 也不见得是那么的好 或者是也许在实际的罢工的 这种协商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是以拖待变 那你自己也参与了工运的一段时间 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次罢工 跟二次罢工以及后来有可能 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呢 我觉得前面那个陈理事长讲的 我稍微补充一下那个 就是顺序跟脉络 就是从7月4号罢工的时候 其实都还没有就是很明确的回应 然后董事长都是说他会提案到董事会 但是因为中华快递的员工 就是中华快递工会 已经被这个送到董事会讨论这件事情 已经被骗了很多次了 然后甚至以前都有全勤奖金挪移的问题 就2000变1500 然后只是为了让底薪可以超过基本工资 所以其实这一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就是要我们那个中华快递 董事长或者其他邮政的董事 要出来承诺或者出来表示说这件事情 没问题要来要要要签下字 表示说就是他们愿意为这个调薪5000元 或者绩效奖金不能扣这些事情负责 所以其实在第一波罢工完之后 我们有得到了两次协商的机会 那也透过这个协商就是确认说 第一个刚第一次协商的时候 甚至董事长直接明言的说 如果调薪绩效奖金就是会会减少 因为用绩效奖金的办法来看的话 确实会这样没错 所以才会有一个要求是 你不能调完新之后 绩效奖金就结果把它扣掉 那到了后续 其实不管是交通部 或是中华邮政的总经理 其实都有不管是私交 或者是公开 其实都有表示说调薪5000元没问题 然后绩效奖金也不应该扣给大家 那当然这个其实就是刚刚前面讲到 交通部有过不良记录 像当时华航罢工一天结束 但是那个七项诉求 还几项诉求有一半以上 全部都挑票 那到之后才慢慢的把它 就是慢慢的把它回归到 答应大家就是慢慢的才 就是付出他们原本的承诺 那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有 有几个几个关键 而且第一个事情是 其实王国才很早之前就 就是第一天罢空的时候 其实就有出来回应 交通部就有出来回应 然后隔天7月5号的时候 王国才也有受到被记者赌到 他也回应说 这个国营事业不能带头提醒 那他其实就是牵涉到之前 有关台铁公司化的议题 甚至这一次中华邮政 然后中华快递 这样子提醒的问题 其实也都可以说 是跟公司化有关系 当然不能让公司化造成低薪 这件议题继续延烧下去 所以这一次其实 才会有那么快的回应 以及我们可以那么快的 就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 我觉得是有这个原因 然后不管是第一次罢工 还是准备原本有酝酿的第二次罢工 其实都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第一次罢工之后 确实我们有得到阶段性的成果 就是能够直接逼到说 隔天就可以直接跟公司 董事长还有一些中华邮政官派的董事 来进行协商 然后交通部也出来说话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邱简制委员 有跟交通部跟邮政 也有另外一场协商 那其实一直都差一个临门一角 就是到处都在说什么 就是交通部长也说可以调薪五千 然后不能这样低薪 邮政的总经理也说这个五千元有问题 然后计较奖金也不应该扣 但是就是没有人来跟公会协商 也没有人跟公会来签字承诺说这个没问题 因此才会有这一个准备要第二波罢工 也就是说目前只有表态 但是没有真正的签合约 或者是在制度上面做改变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很担心说 这个是不是又是 就是国家然后先出来灭火 然后结果现在任何实质作为都没做 所以其实我们才会 要再准备第二波罢工 要赶快让公司出来跟员工签字 承诺说这个调薪五千是真的没有问题 而不是他自己在媒体上面放话讲的 然后绩效奖金不能扣也是真的没问题 而不是就是他们随便口头讲讲就OK的 那其实经过了7月21号的董事会之后 有当然第一个调薪五千元是确定通过 然后另外有关于绩效奖金 以及薪资结构参考邮政母公司 虽然当时没有通过 但是其实事后工会以及工会 都有向公司确认 那其实公司的回应都蛮明确的 就是直接回应说年底以前绝对会讨论出来 然后既要奖金不能扣 然后会立刻与就是甚至有定 还没定明确日期 但是有表示会在8月上旬的时候 跟工会写上 然后新任的董事长 其实甚至都有在安抚一下基层员工 有去找大家聊个天 就是请大家喝个饮料 所以其实以整体的情势来说 经过了前两次罢工 其实中华快递的董事长 或者是更上层都觉得说 应该要好好的来处理 或者是至少在现阶段来说 甚至搞不好是因为选情选举前 要不要让这个争议不断的扩大 当然从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 至少不管是交通部也好 或是中华邮政也好 或是中华快递的资方也好 这董事会也表达出某些的诚意 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缺 零门一角实质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签约 或者是在体制制度上面做改变 调整的这个过程 因为有时候没有白纸黑字 还是会让人家有点担心 但是在态度上面 你会认为说他们其实是一个正面的 愿意去做协商 愿意去做改变 可是我还是想要请教理事长 就是安利也还乐美 你会担心吗 就是会不会其实就像 有时候政府是这样的 他虽然有一些想法 但是他事实上 他可能要面对他自己很复杂的 那个讨论的过程 或是制度的过程 有时候你要去喊一声 他才会动一下 喊一声才会动一下 你们会继续想要再去做一些诉求吗 还是你会担心 或者是在那边等他们 有没有善意来去解决就好了 担心的部分 其实是多少难免 因为就像刚才常志讲的 因为交通部曾经有很多不良纪录 嘴巴说一说 然后到时候可能就会跳票之类 然后还是我们要继续再跟他争取 但是目前 因为 还是没有发生 我们还是在走这个行程 我们也是希望说他就是遵守他的承诺 当然如果说他真的到时候 真的不信还是有跳票的事情吧 我们就还是一定要会站出来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只能说到时候就 既然是听天明 我只能这样说 我这个问题 请说 其实像刚刚那个 就是李市长有提到 就是像中华快递工会 其实是在整个罢工期间 或者是甚至要宣布要罢工的时候 其实会员是大量在入会的 就是原本可能一百多人 然后到有人争议之后 然后甚至公会表示要罢工 大家也认为说公会 已经是决心要来跟公司一战 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就是分布沙场 就是要来参与这场战役 要跟公司好好地争取自身的权益 所以其实中华快递工会 是已经准备好要跟公司决斗 或是准备已经是准备好 要来跟公司大干一场的 所以其实比较不会 如果真的后续又跳票 那这些会员这些员工 其实是能够再站出来 然后再继续表达诉求 跟继续抗议 所以其实才会有说 什么我们第二波罢工前 就是可以得到 就是中华快递董事长的签字 那其实就是因为第一波罢工 确实有罢工过了 然后再来是这个罢工 甚至让所有几乎八成以上的员工 都加入工会 然后而且大家都是 也罢工投票过 所以其实中华快递 要再罢工这件事情 完全不是一个 就是很空办的东西 而是实际上中华快递工会可以做的 而且是可以用的武器 大概是这样 OK 也就是说你们不只有很清楚的态度 你们也有很基本 或者是甚至是 你们很有信心的 一种所谓的参与动员的 这样一个力量 来去跟资方去做协商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在一个劳工的 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去争取一些合理的 这些信息待遇的过程里头 这个劳方的态度 劳方的意志 劳方的这种所谓的集结的行动 的凝聚力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基本的条件 要不然其实很快 可能就会遇到 各式各样的推拖拉的问题 或者是 甚至有可能造成分化等等的 这种现象 那当然看起来 目前是一个比较乐观的 这样的一个态势 如果从整个的罢工行动来看 这个中华快递的罢工 算是台湾少见的 这种所谓的短期罢工 这罢工期间很短 但是可以看到有一点点成效的 这样的一种成果 那常志想要请教你 怎么从一个工运的这个角度来讲 你怎么去看待这一次的罢工行动 那如果未来 这样的一个有关整体的快递员也好 或者是这种货运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劳动条件也好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倡议跟行动 我觉得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针对这次罢工 第二个是针对那个有关于货运产 就是台货产接下来发展 那第二题等一下给我们那个 就是陈理事长来回应 那第一个问题 其实针对于这次罢工行动 其实很短又有效果 但其实还是有一些 就是外在条件所导致的嘛 第一个当然是因为中华快递 第17年然后薪水不到3万元这件事情 非常夸张 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也都难以接受 然后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们第一次7月4号罢工 其实只对于银行业的一些员工造成影响 然后其实还没有真的把那个票据 就是那个 就是把票据锁起来 以及还没有发动全台的罢工 当时只有北区先行 所以其实还没有真的对民众造成影响 第三个就是因为交通部在推 之前在推台铁公司化的议题 所以烧的很烈 然后不要希望就是中华快递这件事情 不要烧的 让公司化这个造成地性的问题烧起来 那那以整个公寓来说 其实这种就是好像 编替形象很好 罢工期程短又有效果 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一个 真的很好的现象 因为像是长龙罢工 就是也是瑶工自己出来 争取自身的权益 然后想要改善一些企业中 威权管理的文化 但是民众认为空服员的薪资很高 然后同时他们罢工人数又众多几千人 然后又导致了很多航班飞不出去 其实真的才发挥了那个罢工的效果 就是造成民众的不便 对于企业来说 也造成了一些巨大的影响 但是这样的结果 却导致了民众或者是网军的攻击 所以长龙罢工这个长达17天 我们不能说长龙比较不成功 然后中华快递比较成功 因为其实长龙罢工对于 就是民众认识到罢工这件事情 以及对于工会会员来说 都其实都有一些都很重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不希望在整个中华快递 罢工这件事情上面 不是带给大家说只有低薪 很惨的劳工出来抗争才合理 而是作为劳工 就应该可以有争取自身权益的权利 所以不是因为他们低薪才能争取权益 才有这种罢工的好效果 而是我们不管是中华快递 或者是长龙航空的员工 或者是各行各业的会员员工 就不能因为说什么现在 就是不能再被那个不爽不要做这件事情 给绑架 因为中华快递其实那个引爆点 就是公司主管讲的说那你就走啊 就是等会不爽就不要做 但是这些中华快递的员工留下来 就是在这个产业服务 这个行业服务 才可以改善这个劳动条件 像长龙也是嘛 就是你这个环境很糟糕 但是你不会因为就是不爽不要做这句话就离开 而是我决定待在这里 然后改善大家的劳动条件 所以不管是中华快递或者是长龙罢工 或者是其他各种就是行业的员工的罢工 都是因为我们这些劳工 愿意去改善现在的环境 你真的愿意站出来 去改善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其他劳工才有可能一起站出来 那个整体才会是不断的向上 而不是你心之高 你在那边环境长 你就跳到别的地方 那这样子整体环境永远都 永远都没办法上来 那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像长龙也是罢工完在近期 其实也在续签了团体协约 其实就是代表你整个劳资关系 进入另外一个稳定 或者是相较于过去的劳资关系 是有一个好的转变的 那相信中华快递未来也都会是朝这个方向 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是一个纯粹的低薪的问题 而是一个合理的待遇而体的问题 而是一个什么分配的问题 或者说这个分配如果再更进一步的来讲 就是对于一个劳工而言 或者应该这样讲说 在整个公司的营运上面 劳工是不是能够参与到公司营运的各式各样的意见 这个意见可能发展的方向也好 或者是薪资的分配也好等等 他不是一个好像一个上下之阶的这种关系 而怎么样去拉回到一个 本来就是一种共同合作平等的关系 来去让这个公司一起发展 就是不要以为只是资方出钱就很厉害 如果没有这些劳工共同的努力 这个公司也没有办法营运 那他也没有得到这样的一种最后的盈余利润 这其实是一个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晓得理事长在这部分有没有什么 要再进一步跟我们说明 就是有关于未来大概会想要再做些什么 谢谢 现在是这样 因为我们常看 我们如果看新闻都不难发现 其实欧美他们的那个工会其实蛮常发生罢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他们比如说像什么欧洲 之前有听过欧洲之星罢工 就是他们的火车 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飞机也会罢工 还有那个最近有进行的那个 那个码头工人在罢工 也是因为薪水过低 但是这些罢工的确会对民众造成不变 但是他们访问街头民众 他们都会表示说 那个就是罢工嘛 因为他们在争取自己的权利 所以说就没办法 对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欧美的人他们会觉得说 今天他们站出来罢工是争取自己的权利 那明天可能也会变成事 对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整体的环境 就是大家 其实大家工人都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劳资问题 那我觉得说那个罢工大家都不愿意发生 那如果说既然发生的话 我觉得也不要用一样眼光来看那些就是我们大工的工会的人 那未来我觉得两大工会 我是觉得说 因为我们中华快递工会来讲 在技术上或是在法律上或是相关的知识上 我们都需要台货产的协助 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他们合作是必然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结果 因为大家各有所长嘛 那他们是属于比较专业的工会 我们确实很需要他们的帮忙 所以我觉得加入他们 我觉得这是个趋势啊 对那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工会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 其实你们不孤单 可以一起站出来 有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帮忙 一起协助 但是我想要再请教一下理事长 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在一开始前面闲聊的时候 你其实是在罢工之前才担任理事长的工作 那为什么你会去担任理事长 然后你进来中华快递的时候 应该没有想到后面会发生这些事情吗 你自己怎么回头看你这一段的心路的历程呢 我想这个史料未知啊 因为这个我们那是进来的时候也不会想说 大家也想说求一个安稳的工作 那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子 对我们是想说求个安稳嘛 那结果谁知道 就发生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自己心里大概也是 因为我原本是理事 那时候我是跟我们前任理事长 郭荣岳开玩笑 想说你如果说你真的不想当的话 或是遇到什么事情的话 我会挺你这样 然后我可以当理事 我可以出来当理事长 那你要当我的助理小帮手 类似这样之类的 结果谁知道就 就发生罢工了 然后就 我是大概 我是7月3号那时候就被选出来 担任理事长 那我会觉得说既然就 反正都遇到了 就是面对嘛 对 那 因为办公这事情没有人想发生 那我们只能说尽我们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那因为大家都这么团结 那我也是有看到大家的那个 劳工的意识有太多 跟之前认识差非常多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 要站出来 我觉得 哎 没办法 即使是凌违寿命 我也觉得我要尽力 我只能这样子说 但是就是 因为 我们都无法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只能这样说 对 很多事情都是 感不上变化 我只能这样说 嗯 那你会担心什么秋后算账的问题吗 哦 这个完全不会 因为 其实我们之前在协商的过程之中 我记得我们109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 就是 有协商破裂嘛 然后我们也是争取加薪的部分 但是从来我就 就 我据我了解啊 我自己和 我们的理事啊 或前任理事长 都 没有被秋后算账 所以之前现在一直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这部分我倒是不担心 而且再加上我们 也有签那个合约 就是说 不秋后算账 哎 董事他们也签 他们也签字 也答应我们 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不担心 嗯 OK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来跟我们分享 来跟我们 来告诉我们 中华快递所面临到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从你们的这些 呃回答跟讨论当中 也可以看得到 呃 这个面对这些不合理的这种 所谓的劳工的待遇 薪资的待遇 或者是这种利润的 这种结余的分配 其实呃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民营化之后 资方 基本上来讲 还是以一个省钱 或者是以这个能够 透过省钱来获利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思考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 一种一种营运的模式 那也非常感谢很开心看到 呃 大家在为这件事情上面做的努力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的分享 我们下礼拜在公通再会拜拜